預備 爆 預備 爆 天洞還沒全亮 恒虎海邊就炮聲融融 國軍透過腰兩洞破炮 發射的照明彈 讓海面上的目標物一覽無遺疑 接著立刻有攻擊火力補上 早就架設在岸邊的155流炮 以及155流炮陸續向海面發射 因為他們發現敵人出現 要將對方揭免於海上 另外除了固定的流炮 還有國軍的M6洞A3戰車 也是邊跑邊攻擊 不過別擔心 其實這是國軍28號清晨 在澎湖海邊舉辦的正江操演 模擬敵軍想要拂小搶攤 被我軍發現後 立刻用層層火力 對海面上的目標物進行攻擊 各種不同類型的火炮 也在海面上建構出 遠中近的交叉火網 遇到對方從空中來襲 各種甲車也能機動出擊 再以機箱對空掃射 防止對方空降搶攤 由於國軍漢光39號持兵操演 7月即將登場 陸軍棚防部位於武德基地的 這場實彈射擊 也為接下來的活動展現國軍 保家衛館的決心 TVBS新聞城鎮 澎湖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看最完整的新聞